首先来关键的是大陆和俄罗斯共同宣布 将会在7月5号还有7月27号 举行两场海陆联合军事演习 预计双方阵容和规模都将是非常的庞大 这样子大陆将会出动南北海总共7艘军舰 俄罗斯方面则是会派出太平洋舰队 总共有12艘的主力潜艇来参与 而由于其中这一次演习的地铁 很靠近日本的海域 也因此格外的引发国际关注 中二两国即将展开两场大型联合军演 代号2013海上联合将在日本海彼得大帝观举行 引发日本高度关注 根据了解这次的军演 双方不论规模阵容都盛大空前 大陆方面将会派出沈阳 武汉 兰州等飞弹驱逐舰 以达到区域防空最大的作战能力 而这也是大陆海军第一次向国外派出 最多兵力的中外联合演习 另一方面俄罗斯也精锐进出 将派出太平洋舰队共12艘主力潜艇参演 像是俄罗斯光荣级巡洋舰瓦梁格号 还有现代籍的导弹驱逐舰快速号 另外毒蜘蛛飞弹快艇航速快火力强 也将在演习中模拟攻击 东西新闻乘舰 邓宇清报道